大家好 最近有去泰国的朋友 在问我到泰国以后 怎样解决交通出行的问题 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你如果在泰国 每次待的时间不长 比如说就一两个月 就是度假兴致的 你就可以利用它的公共的交通系统 在Batia的话 就是特有的那个双条车 英文叫Babas Babas就是泰铢的意思 就是给石泰铢 只要是在双条车的运行的线路之内 任何的距离都是石泰铢 这个非常的划算 我认为它是全世界最有意思的 最科学的一个公共的交通系统 最有文化的一个公共的交通系统 因为它那个车又是皮卡车改装的 很宽敞 然后视线又很好 它跟那个在菲律宾做的 那个吉姆尼不一样 吉姆尼它都是封闭式的 你坐在里面就像一个闷罐车一样 它那个就是周围四面都是透风的 我还特别喜欢坐在它 在那个最尾巴那个地方 它坐了两个栏杆 就是方便上下的 那里也可以占人 占在那里的话就是四面通风了 并且四面360度的景观 所以我特别喜欢坐那个双条车 但双条车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主要是集中在游客区 就是巴提亚一路二路以及中天一路 像再往离海滩比较远的地方就没有了 但是你长期生活在那里的话 你要像本地人一样去采购那些大型的超市 往往都在离海 大概有一两公里的那个苏坑一大道那附近 还有那些本地人的市场 这些双条车都到不了的 你还是要自备交通工具 另外说说打滴 打滴的话 在巴提亚来说的话 就是一个bug 就是巴提亚可以说是最黑暗的地方 就是打滴的那个市场 就是价格非常的贵 据说是被黑帮垄断了 你不管是街上跑的那种所谓的出租车 或者是那种蹲点的 他给你提供摩滴 或者是汽车也有 这种价格都非常的贵 以前的话打滴 我们可以打那种Uber 以前Uber的价格是很便宜的 但是后来那个Uber从市场上消失了 据说是他相当于把自己的业务 全部卖给那个东南亚的 那个相当于Uber的那个Grab 现在你要网约车的话就只有Grab 但是Grab的价格也是非常贵 它是跟那些 蹲点的黑车的价格是一样的 大家双方是商量好的 像以前我们打那个Uber的话 那个Uber司机 他一般到那些 有当地黑车蹲点的地方 他都不敢去 他只有远远的 可能你一个两三百米停下来 让你下车自己走过去 因为他们说那些都是黑帮 Mafia 如果是被他们发现的话 要挨揍了 所以这就是Bartia打车市场 你真正实在要打车的话 我建议你还不如就直接打一个双条车 你就直接给他说包车的一个价格 反而还更便宜 像我住在中天 我以前包过两回车 因为带着小孩 坐那个双条车 虽然10泰铢一个人 但是不方便 我说我把你的车包了 你给我开回去多少钱 最便宜有150泰铢的 就是30人民币 但是你如果是要打一个那种蹲点的黑车 或者是打一个Grab的话 至少要300泰铢 另外说说摩托车 摩托车的话 我就是不建议了 为什么呢 因为泰国是全世界那种公路事故 那种死亡率最高的国家 这个是每年都有调查数据的 这个大家一定要信 实际上大家也不必特别的惊慌 因为这种事故主要就发生在摩托车上面 因为泰国人开摩托车 开得太快太野了 我有一次在路边买东西 因为泰国他一般也没什么人行道 就在路边摊上买东西 突然一个摩托车开得非常的快 呼啸而过 那个摩托车我感觉就撞到了我的衣服 只要再偏一点一点 那我就完蛋了 所以说在泰国 你特别要注意这种摩托车 你骑摩托的话也是非常的危险 不仅泰国人开得快 外国人也开得快 那些老外 你说像那个澳洲大叔 他就是一个特别喜欢飙车的人 他实际上有一辆汽车 但是他停在地下停车场从来没动 每一次出行都是开他那个摩托 我跟他出去过几回 我都不敢坐他那个车了 后来实在不行 我每次都是叫上那个印度阿三哥 坐阿三哥的车 实际上阿三哥开那个摩托 跟那个澳洲大叔一样的疯狂 但是坐在他那个车上要安全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那个车的尾巴那里 装了一个货箱 实际上坐在那里 背上还有一个靠的 觉得要安全一些 澳洲大叔那个就直接是一个 光溜溜的一个后座椅 并且他还是成那种流线型的 后面还挺高 坐在那里感觉好像都要 人都要飞出去的那种感觉 他每次一到那个树坑一大道 就开始开启飙车模式 在那个汽车中间穿来穿去 拐来拐去 真的太危险了 并且他也告诉我 他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 在巴提亚开摩托撞死了 但是他还是我行我素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在泰国不要开摩托 开车的话又是分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都是租车 实际上租车是挺便宜的 我上次在泰国待那半年 我一般就是平时骑自行车 有需要的时候 要待全家出行的时候 我就去租车 当时我就从国内的APP 就是像租租车或者会租车 我主要是这两个 就是比较哪个价格便宜就租哪个 平时的价格都是几十块钱 但是你加上保险以后就是一百左右 但是泰国的保险的话 大家要留意它是有一个起培额的 起培额一般都是一千泰族 就是你出了什么事故的话 就是他要从你的信用卡 你租车的时候 你必须要拿信用卡去租车 所以说要租车的话 你要准备一个那种可以在境外使用的 Visa或者Master卡都可以 我那个卡的话我就故意把那个消费金额降低了 以前那个建行的那个卡 他给了我十万的额度 我就直接打电话给他 我说我只要一万人民币 因为在东南亚你还要防止那种倒刷的风险 所以我每次就用这个卡 就是他登记了你的信息以后 你就可以把车开走了 出了事故以后 就是从那个卡里面他要扣力一千泰族 然后其他你就不管了 另外就是买车 我这一次去泰国的话 我就准备还是要自己买一个车 实际上上一次在泰国的话 我也去看过几次二手车 也试驾了一下 但是最后都不是很满意 所以最后还没买 实际上没买还对了 因为现在那个泰铢跌得那么厉害 现在买车的话肯定更加的划算了 关于那个驾照的问题 我一直都没有办泰国的驾照 我准备这一次去的话 还是要办一个泰国驾照 因为据说你如果是真的发生大的事故 特别是那种跟对方的车 双车的事故 你如果是没有泰国驾照 有可能你哪怕买了保险 保险公司也会拒赔的 当然我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怎样拥有泰国驾照 一个方式就是自己去考 但另外一个方式的话 就是你拿中国驾照再换成泰国驾照 刚好这两天 我的那个四川老乡 居住在西庄版纳的 他正在办这些手续 我把他办的那个过程 以及费用给大家分享一下 相当于就是先要把自己的中国驾照 到那个中国官方的那个公证处 去做一个公证 公证费是200块钱 另外还要做一个翻译件 翻译的话就是翻译成英文是130块钱 总共就是330 然后你拿着那个公证件 要到那个省外事办去做双认证 所谓双认证就是 中国的外事办要认证 然后泰国驻昆明的总领馆也要认证 当然你不用自己跑到泰国总领馆去 他外事办可以给你代劳 当然要收代办费 在外事办这边总的费用就是750块钱 当然他是做两个驾照 一个摩托车的一个汽车的 你说只做汽车的 估计就三四百块钱吧 当然前面的公证的费用加起来 就是六七百块钱 就是这样的一个费用 到了泰国那边 你再换驾照 估计那个费用应该不高了 据说也会做一个考试 但是就很简单了 就是辨别红绿灯这些东西 但是你如果是到泰国 你再自己考 据说就对英文的要求就比较多了 因为他那些交通规则 这些就很多要使用到英文 这个就看你自己 对自己英文程度的一个判断了 在泰国直接考肯定会比这个更便宜 比你拿中国驾照再换泰国驾照 肯定更便宜 因为你的那些公证费要花七八百块钱 在泰国你直接考驾照 估计是很便宜的 总的来说的话 还是建议大家到泰国开车 拥有泰国驾照 这样放放心心 没有后顾之忧的 在泰国开车旅行 因为在泰国 我一直觉得泰国是自驾的天堂 首先停车几乎是不要钱的 你公寓的停车场是不要钱的 然后路边那些地方都可以停 像泰国人可以停的地方 你也跟着停着就行了 然后哪怕老师去的商场 你停在里面 都是不收费的 另外又没有什么 高速公路的通行费 只有从巴提亚到曼谷这一段 并且价格也挺便宜的 一百多公里 就是一百泰铢左右吧 泰国其他的那种公路 实际上路况也挺好的 跟高速也差不多 但是都是不收费的 另外泰国的油价 也比中国会便宜一些 并且它的油我感觉挺耐烧的 所以在泰国自驾 真的是其乐无穷 希望大家到泰国以后 好好享受一下 自驾的乐趣 好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